大家好我是潘潘 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因为这几天带娃嘛 然后得就没有时间来拍 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内容去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就没有拍了 像但是我有拍那个球球的带娃的一些东西 比如吃饭啊玩啊什么的 上课啊我都有拍但是都是竖屏的 所以我就没有发到这个YouTube上 如果大家想要看球球的日常的话 可以去关注我的我的抖音号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下载到大陆版本的那个抖音 能不能搜索到我 因为我的是大陆版本的抖音 不是海外版的那个YouTube 不是不是海外版的tiktok 是大陆版的抖音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就是我拍球球的一些什么成长记录啊 还有球球的吃饭啊等等就是会有在里面 还有个人的臭美视频和一些拍的广告 对 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天啊 就是前两天啊我带球球去公园玩 然后我是生平第一次跟别的小朋友家长吵架 事情起因是什么呢 事情起因是下午的时候呢我带球球去公园玩 然后呢有三个小女孩 其中最大的可能有十岁 然后其他两个孩子可能也有六岁左右 然后我跟那个小女孩的妈妈 那个我就说跟小孩吵架 跟小女孩的妈妈吵架的那个小女孩 我称之为胖胖 好不好胖胖 因为那小女孩是有一些壮 有一些胖的 所以我称那小女孩为胖胖吧 然后呢起因是 其中在那边跟他们三个小女孩玩 那三个小女孩呢 在玩一辆很小的那种遥控小汽车 然后那个小女孩 那几个小女孩都追着小汽车跑嘛 然后其中就想跟她们一起玩 加入她们 然后也追着小汽车跑 但是由于球球很小 她就很想去拿那个车车 其中有一次她去抢车的时候 她拿到手上了 然后呢被那个胖胖小女孩 推了一下 推倒了 但是呢我也没说什么 因为毕竟球球去拿人家的车了嘛 小女孩说 不给你拿不给你玩 你不要拿我的车 然后呢就抢走了嘛 并且把球球给推倒了 然后我看到这小女孩有点面熟 然后一想 原来不就是前几天 她妈妈冤枉球 说打了她家女孩的脸 所以才会被推的嘛 就之前就已经被这个小女孩 推过一次的那个小女孩 原来是她 然后呢我心想可能有点 好像不太行 我就说球球你不要去拿人家车车 你自己有车车 因为她手上刚好有个车车 她就去上前给车 给把那个车车给那个小女孩胖胖 但是那小女孩胖胖不要 表情还厌恶的 我不要你的车 你走开 就还想要推 你知道吧 就是球球就是站不稳啊 但是还好这一次呢是没有摔倒 那我也没有说 我就想要球球自己去交涉 去交流 因为可能有一些东西 爸爸妈妈是帮不了她的 她需要自己去面对嘛 但是她这种又没有受到伤害 实际性的受到伤害 所以我作为一个的成年人 我不会说去跟这个小女孩 去做计较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后面学学就没有去交换了 没有交换呢 然后他们又在开始玩那个追逐 这个遥控小汽车 那学说也要去追 她刚去追 然后呢 小女孩就说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拿我的车 其实球球根本就没有拿 你知道吗 她就要去追 跟姐姐一样去追 但是呢 小女孩一看到是球球来了 就立马要表现很厌恶很凶 就说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拿我的车 那其实她没有拿嘛 然后呢 就推球球 就是这样推散好几次 我都没有管 我都忍了 然后 嗯 最后有一次呢 就是 球球她可能又要去蹲下来 刚蹲下来 还没有蹲下 就是可能身体半弯着 然后呢 小女孩就一下子又推 差一点推倒 因为那个好 是类似于像有舞台一样的 有台阶的 知道吧 然后呢 差一点就被推倒推下去 你知道吗 就很危险呢 就已经 还好球球是有站稳 如果没有站稳 他就直接就是摔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前面已经推过很多次了 我都没有去阻止 我都没有说 然后后面这次是最危险的一次 所以我就生气了 我说 我说 姐姐你怎么可以推人 你为什么可以推人呢 为什么要推人呢 然后呢 她那个小女孩就很生气 然后又很害怕 就是看着我 就是 要死成面子那种 就是就看着我 然后她妈妈就说 你不要推人啊 她如果拿你车 你推她没关系的啊 她一说这句话 我就 我就更生气了 我就跟人家吵了 什么叫做 我就说 我就问她 我说什么叫做 推了也没有关系啊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 然后对方说 谁叫你孩子拿车 我说你看到她拿了吗 她拿车了吗 就反正就这样 我就一直反问她 我说她拿车了吗 她就说 她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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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她拿了吗 推过多少次 你家的孩子推了多少次 什么叫做 就算 什么叫做 什么全球拿了车子 推她也没关系 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很不讲道理 很没素质的 第一次 就是上一次被推的时候 就是因为她妈妈 就是小女孩在那里玩树叶 全球也要跟小女孩一起玩树叶 然后小女孩看到球球碰到那棵树叶了 然后以及碰到那个小女孩的手了 这就是说你干嘛 一下子一推 很大力的推吧 球球直接就推了 坐在地上了你知道吧 就这也没哭 很勇敢 然后这就是 她妈妈就 我就跟姐姐说 我说 我就跟孩子跟球球说嘛 我就说 球球你要跟姐姐说 你说不可以推人啊 我就这样说你知道吧 然后对方妈妈就来了一句 所以你不要再碰姐姐的脸了 你碰姐姐的脸她还要再推你 就把这个锅甩给了球球你知道吧 其实呢 孩子之间这种抢玩具啊 推嗓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正常的 都是ok的 我是不会管的 但是我为什么会说那句话 只是我是要教育孩子 我要教育球球 我说遇到了别人去欺负她 去打她的时候 她需要有一个去回应对方 人家跟人家说 你这样子不可以推 你不可以推 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意识 要保护自己的意识在里面 那个时候 我是没有去说去凶那个小女孩的 我是要教球球 说你不可以 对 不可以这个不对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吧 然后对方妈妈就开始泼脏水 说是球球碰到打她那个女儿的脸 所以她女儿才会推她 然后再跟别人聊天说什么 她女儿是很乖的 不会打人 不会主动打人 一般都是人家碰打到她女儿 她女儿才会反手 还手这样子 上一次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一晚上没睡着 然后这次又碰到她了 你知道吧 就这种很不讲道理的这种事情 前面我就想要看 两个 想要两个孩子之间自己去处理 无所谓没关系 就是打打她闹的 这些都很正常的 但是后面这个小女孩她就是 唇坏 你知道吗 她就完全没有克制自己 她就完全就是要欺负她 就一直要推她 一直要推她 后面 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我才会生气的 跟小女孩说 我说你干嘛要推人 然后她妈妈就忍不住来 帮她女儿了 还说 你车车你不要推她 你推她 她如果拿了你的车车你推她 没关系的 就算说她小孩子拿了人家的玩具 推人打人难道就是对的吗 我在想那个小女孩她没有从 没有经历过像这种两岁孩子的经历吗 拿起玩具又能怎样 而且呢我是有去教育球球说 不可以拿 不可以拿 而且球球因为球球她没有拿到 你知道吗 因为她要准备去拿的时候呢 我都会说不要拿不要拿 球球就没有拿了 你知道吗 虽然说她有这个动作 但是她并没有去拿那个车子 但是小女孩她不管 她就觉得你有这个动作就不行 我就要推你 就是很坏的那种 就没有人去制止她的时候 她就唇坏 她就一直要推 一直要推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跟那个妈妈就吵架了 因为她妈妈不讲道理 够不得小孩子就会这样子 就把小孩子教坏 就是我人生中 带娃 第一次跟小孩子家长吵架 但是球球呢她也很不争气 你知道吗 我们两个大人在吵架呢 小女孩就表现得很不愿意跟球球玩 但是呢 球球就非要舔着脸跑去玩 我就要把球球给拽走 因为我不拽走的话 到时候小女孩又推她 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球球拉走 球球就挣扎 她一定要过去跟那个小女孩玩 玩那个小女孩的车车 我说你不要距离呀 你要再被推一次吗 她就不管她 闹啊哭 就是要过去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说你干嘛 你是希望人家推你吗 我 我在保护你 我在跟你撑腰 你这干嘛 你还要停着脸去找人家 好不好 你去吧 被姐姐欺负 再被姐姐推一下 我就不管你了 我说你能打得过人家吗 你来推你一下 你能打得过吗 你能还手吗 就这样子 然后她就一直要去玩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去吧去吧 不管你了 你要被打了 我也不管你了 然后最后她看我生气 就跟着我走 对方妈妈就是很不讲道理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家长 就是你把她骂一下 骂一下 然后 就 远离这样的人 就是我现在就认识了她妈妈 和那个小女孩 长什么样子 就以后在公园碰到 就直接 绕路走 对吧 唉 就是真的是 戴瓦期间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孩子之间 这样子抢玩具啊 都是很正常的 只要孩子之间 没有说打得很凶 我都是无所谓的 就是 如果打得很凶的话 再去干预 对吧 因为孩子之间嘛 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仇恨啊 没有什么东西的 不会伤身到很严重的问题上面 但是家长 作为家长是要去跟孩子说一下 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被打啊 被欺负啊 或者是说两个孩子正在打得很严重 很激烈的情况下 家长去教育一下孩子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些还 有一些家长他就是 互宰啊 互得很厉害啊 你看 就是说他被欺负那么长时间 我都没有上前去说那个小女生 就是已经被欺负到不行了 我再不给我的孩子成羊 那我孩子就觉得说我一直被欺负 他心里怎么想 我肯定要为他撑一撑一撑啊 孩子之间打闹是没关系 但你不能一直欺负他 一直欺负他吧 我就凶了一下那个孩子 那个小女生他妈妈就坐不住了 你看我球球被推多少次了 他倒是觉得 哎呀我家女儿真厉害呀 能推别人对吧 哎呀真厉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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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球球也有认识到很多小伙伴 小朋友好伙伴 小朋友好伙伴 对呀我们有认识好朋友对不对 哦有认识好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骑车车一起玩 对一起骑车一起去上课 对还有汉汉还有飞飞是不是 对哼汉飞还有其他的哥哥 我们可以一起骑那个平衡车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可以一起玩 然后我们来上早教课 上早教课是个表现的可好 就是很活跃 他老是在做什么动作啊 或是教他唱歌 他都会去主动的去学习 嘴嘴嘴嘴 嘻嘴嘴嘴 其他小孩子就不會學 嘻嘻嘻 嘻嘻嘻 手無足道的 跟著老師在那小 Empty 嘻嘻 嗯 真棒 好啦 喜歡胖胖的可以 訂閱支持一下 拜拜 小管管看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不是拜拜 theta 是拜拜 拜拜 拜拜 薛熊 你應該怎麼跟大家TERP 你說 HELLO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球球 我是 球球 今年 两岁了 两岁 我是 小男生 我是男生 哎呀 好好的 我是男生 谢谢大家 拜拜 这个就是小老虎的叫声 对不对 你是小老虎啊 好了这样吧 拜拜 拜拜不是 拜拜 对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